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的课程中。 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OK,各位同学,那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于《课程16》的一些补充拓展的内容。 在这一课的课程中呢,我们认识了一位《 fils de paysan》,一位农民的儿子。 好,那同学们再回忆一下刚才Leonnie老师问大家的那句话。 当然了,这是一个比较口语化的疑问句了。 那如果我们要用比较正式的句式,道庄的来表达,应该怎么说呢? 他来自哪一个地区? region指的就是地区,大区,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的。 那这里呢,先来组织一下这句话,他来自哪一个大区? 和我们之前学到的是一样的结构,对不对? 这个表示来源的,这词de也要放在前面。 他来自哪一个大区呢? 那么回答呢, 这几句话呢,都非常的简单了。 那接下来老师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这个region的知识。 region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指的是地区或者大区。 那其实呢,region也是法国的行政区话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了。 它是法国的第一级行政区话,大区,region。 嗯,也就是说在国下面呢,就是这个region大区的划分了。 那在大区下面呢,也有很多的departement,省,departement。 我们以前学到的法语系中文系的系, 它在行政区话当中呢,表示的是省。 那么法国一共有多少个region,大区,有多少个departement,省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来看一期外交Alex主持的欧拉拉法语节目。 它在里面呢,就比较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法国行政地理的大致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 字幕组 規定了解决定了 几个地方,可以分析到这些地方 在法国极限的地方 要分析它是几个地方 可以分析它 国家的地方 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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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 它是全世界的地方 国家 国家 它是一种方式的 它是一种方式的 所以 我们使用了 目前代表我们有个通过的地方 在譬 ngày 相当地有个平常现世的地区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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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其 还要 Convers HAVE scenarioажу Looks too much 各培上等燥知的地区 DON 해야 creep Département d'outremer DON Territoire d'outremer Now we can aj Sign geen还有对 zoo 几个地方有关的地方有关的地方? 我认为了解决定的地方是27 22区域的地方有关的地方 和5区域的地方有关的地方 我认为了解决定的地方 是最大的地方的地方 和各个地方的地方 那么,随便 南北-Pas-de-Calais 南北-Picardie 南北-Normandie 南北-Bas-Normandie 南北-Bretagne 南北-Ile-de-France 南北-Champagne-Ardenne 南北-Lorraine 南北-Alsace 南北-Pays-de-la-Loire 南北-Centres 南北-Bourgogne 南北-Franche-Comté 南北-Poitou-Charentes 南北-Limousin 南北-Auvergne 南北-Rhône-Alpes 南北-Lex-de-L Krishna 南北-Quitten 南北-기도-Pyrénées 南北-Lan北-Radio-Traus 从那儿 你可 chew 可以愛我能试语 很辛苦 但是我們有上读看工程度 多次 我要凍得 最後一句 不ерг 今天 你重疏 你急疑 一个问题 西装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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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処夕 医院 医院 和医院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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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院 在美国有27区域 多少区域 80区域 这就是今天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欧拉拉法语微博 想要回顾一天的节目 也可以去欧拉拉法语的 冰道主要 好看了这一期节目之后呢 我们应该对于法国的行政区划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了 对不对 来简单的整理一下 外交讲到呢 我们法国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La France Metropolitaine La France Metropolitaine 法国本土 也就是位于欧洲的 法国国土部分 我们都知道 它是呈现一个 六边形的形状 对吗 那六边形呢 在法语当中叫做 Hexagone Hexagone 所以呢 在很多的文学 或者新闻的 这样的一些文字当中 会用L'Hexagone 直接来代替法国本土 La France Metropolitaine 所以以后呢 我们在做一些听力 或者阅读的时候 如果听到或者看到 L'Hexagone这个词 要反应过来 它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法国 那除了L'Hexagone La France Metropolitaine 法国还有很多的Dom Tom Dom Tom 叫做海外省和海外领地 在节目当中呢 外交易给大家讲解了它的意思 Dom Tom Dom是Departement d'outre-mer 它的首字母缩写形式 Departement d'outre-mer 就是海外省 而Dom呢 则是 Territoire d'outre-mer 海外的领地 Territoire d'outre-mer D'outre-mer 指的就是海外的了 所以Dom Tom呢 就是除了法国本土之外的 一些遍布海外的省或者领地 其中呢 有非常多的岛屿群岛 比如说非常著名的 Polinésie Française 法属波利尼西亚 里面就有非常美丽的 Dai di Tati Tati島 最近旅游也是非常热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那它就是属于法国的海外领地 所以呢 我们通过刚才外交的介绍 第一点了解到的是 法国呢 由三部分组成 法国本土 还有海外省Dom 海外领地Dom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 法国的一级行政区画呢 是Région大区 那么全法国一共有多少个大区呢 答案是27 其中22个是在 La France Metropolitaine 本土的 还有五个呢 就是Dom Tom 海外的省或者领地了 而我们课文当中出现的 Ouvergne呢 就是本土的22个 Région当中的一个了 它具体是在哪一个方位呢 刚才看节目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看一下 我们可以再把那张图拿出来 仔细地看看啊 这个Ouvergne在哪里呢 中间这块红色的 在法国的中南部 这个地区呢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风景秀丽 有很多原始的峡谷 还有很多温泉 比如说著名的温泉小城 Vichy 就是在Ouvergne这个大区 那我们也可以在图上认一下它的位置 那其他的一些大区呢 其中有一些啊 我们可能听名字就会觉得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在左上角的这个 Bordagne 布列塔尼 Bordagne 它呢和英国隔着海峡 遥遥相望 我们知道英国在法语里就叫做Grande Bordagne 所以呢 布列塔尼地区它的文化 甚至是服饰 都和英国的文化 有一些融合相似的地方 这是Bordagne 布列塔尼 那布列塔尼的上面呢 一个Basse Normandie 一个Haute Normandie 上Normandie和下Normandie Normandie呢 我们应该非常熟悉了 有著名的Normandie登陆 对不对 那在现在法国的行政区画当中呢 就是有上Normandie Haute Normandie 还有下Normandie Basse Normandie 那Normandie地区呢 最出名的特产 应该就是奶酪 还有黄油 比如说著名的Gamembert 和金银币 就是产自Normandie地区的 那还有一些大区呢 因为酒而出名 比如说北部的这一块蓝色的 Champagne Ardenne Champagne Ardenne 那一听就知道 这里盛产什么呢 盛产的就是 Champagne香槟了 Champagne Ardenne 香槟阿登大区 那Champagne Ardenne 下面的这个大区呢 Bourgogne Bourgogne地地区 那自然也是盛产 红酒的一个地区了 还有两个大区呢 我们可能非常熟悉的 就是位于东北部 和德国接壤的这两个大区 一个 Alsas 阿尔萨斯 还有一个 Lohen 洛林 Alsas 大家对他熟悉呢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 都得的最后一课 它里面呢 讲到的就是 普法战争失败以后 法国把这个阿尔萨斯 和洛林地区 割让给了普鲁士 所以呢 这一块地区的人之后 就不许教法语了 而要改教德语 那他们的法语老师呢 就给他们上了 这最后的一堂法语课 这篇课文应该大家 非常的有印象 对不对 里面满满的都是法国人民 对于自己国家的一种爱国之情 以及对于法语难以割舍的喜爱之情啊 所以Alsas et Lohen 这两个大区 我们也是比较熟悉的 哎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大区非常有意思啊 位于法国的东南部 名字非常的长 叫做Provence Alpes Côte d'Azur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 蓝色海岸地区 Provence Alpes Côte d'Azur 那其实它也是三部分组成的啦 第一部分呢 Provence 普罗旺斯 第二部分 Alpes 阿尔卑斯 我们阿尔卑斯山脉就叫做 Lizalpes 还有一个Côte d'Azur 蓝色海岸 那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一块地区一定是风景非常好的啊 三个非常著名的风景圣地都在这里了 普罗旺斯 阿尔卑斯山 还有蓝色海岸 Côte d'Azur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名字 Provence Alpes Gôte d'Azur 之前就曾经有同学跟我说 雷老师 我觉得这个省的名字太霸气了 我一定要记住它 确实非常霸气啊 那么长 不过呢 法国人一般都叫它 Baga 就是四个词的首字母的缩写 Baga Provence Alpes Gôte d'Azur 那被叫成Baga以后好像听起来就没有这么霸气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认识一下这个大区 那以后呢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个普罗旺斯并不是法国的一个小镇 我们经常会听说什么普罗旺斯小镇 其实普罗旺斯呢 Provence是法国的一个大区当中的一部分了 那最后我们一定要认识的一个大区呢 在Saint-Bagnes-Ardennes的左边 Ile de France 叫做法兰西岛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法国的首都巴黎 就是在法兰西岛这个大省里面 所以呢 通常我们也会把Ile de France 统称为大巴黎地区 因此这个大区也要认识一下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呢 其他的一些大区啊 作为对于法国地理的一个了解呢 我们也应该去学习一下 当然了 同学们可以慢慢的去记 不用一次性的把它都背下来 那如果是对地理特别感兴趣的一些同学呢 雷老师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是法国小朋友学地理的时候用的 用游戏的形式 来带着大家记住每一个大区的名字 以及他们所对应的位置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大家在课后呢 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来记一下法国的这些大区 可以 那么刚才外教提到了 法国本土有22个大区 那么 Departement 省呢 是大区下一级的 这个行政区划的单位 那么法国一共有多少个省呢 96 一共有96个省 这个也是作为常识 我们需要记住的内容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好 那么关于整个法国呢 我们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了 接下来同学们可能想要了解一下 关于法国的首都巴黎 我们经常也会听说巴黎 第几区第几区 那么巴黎一共有多少个区呢 这些区又是怎么样排列的呢 这一点啊 我们外教在节目当中 也给大家介绍过 我们可以再来一起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没有制纷 Town 他们要了 最再来的 最少有一点 最多二点 我们可以登场 最再的 最多五点 最多九点 到条片 终一艘 十时 十时 十曦 十时 十时 十' 十时 我认为是一届的封股 一届的封股 每个封股的封股 有自己的特别 所以我们今天 我来说 我们的封股的封股 首先封股的封股 他们在封股的封股 他们的封股的封股 是一叁股的封股 是一届股的封股的封股 也有多个封股的封股 也有一个封股的封股 虽然这七八十老板 它封股的封股 也有很多人的封股 但是封股的封股 封股的封股是一届股的封股 因为我们所在合选的封股 你会被封股的封股 哦,多长伊斯 对封股的封股 封股的封股 因为封股的封股 你方会封股的封股 股的封股的封股 封股的封股 因为封股的封股 封股的封股 《Galeries Lafayette》 啊 很正常的女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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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l'Opéra et dernier arrondissement à ne pas oublier le嘅 c'est l'arrondissement de Montmartre Vous avez sans doute vu le film 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in Et vous ne pouvez pas oublier oublier son pétitre ruel le Café des Deux Moulins et le grand Sacré-Cœur tout ça c'est dans le 18èmeи alors c'est aussi un arrondissement très touristique il y a aussi le Moulin Roche 现在你会知道哪些地方要去训练 但必须说每个地方都要有个好处 如果你有空的话,请不记得每个地方都要去训练 这就是了,今天就好了 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欧拉法语微博 想要回顾一天的节目 可以去欧拉法语的频道中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里外交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巴黎就像一只蜗牛一样 所以它的区是螺旋式从内到外排列出去的 一共二十个区 其中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一到四区是在巴黎市的最中心 那包括西带岛,也就是巴黎圣母院的那个岛 还有卢浮宫都在一到四区这块地方 所以这几个区可以说是游客云集了 那如果你对购物比较感兴趣呢 外交也给你推荐了 第九区 因为很多著名的百货都在那块地方 而如果你是对艺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人呢 那你可能会喜欢 第十九区 因为那里有蒙马特高地 有著名的 聖心教堂 还有非常有趣的艺术集市 那总之呢 巴黎的每一个区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 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巴黎我爱你 它是2006年Festival de Ghana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那在这部影片里面呢 就有十几位导演 分别拍摄了巴黎某一个区发生的小故事 可以说呢 也是一部展现巴黎风土人情的影片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Salu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